無界把YOU都找來買以後不知道有什麼事情了 看這個劍榮大家需要找我們演偶像志法 算了吧 以無界偏向愛的程度 即使我沒有再高人氣都只能當supporting role 笑死 太好了你們都到了 那麼就開始今天的會議吧 沒聽說要開會啊 臨時的臨時的 而且我想說你家看起來適合開會就選在你家啦 這我沒辦法反駁YOU 有產商找我拍開箱影片 但我想不出來要怎麼拍 所以我決定交給你們拍一切由你們負責 三天內也麻煩把成品寄到我信箱 不對啊 這平台要找三個人代表的話 應該也是頻道圖的那三位吧 怎麼會是找我們呢 笑死 阿姨跟遠仁在忙著拍另外一部片 需要能趕在中秋節後上片 他們沒有空 而且難得我島上同時存在人氣top3的居民 不讓你們合體拍片太可惜了 更何況呢 查查萬能待在我島上的時間不多了 我想讓他留個代表坐下來 我會努力的 那我們要開箱什麼東西了沒有 就是我上週有在影片置入過的鼓勵手把啦 廠商還送來了藍牙發射器跟保護殼喔 都放在這箱子裡了 廠商有說這些是要給觀眾抽獎的 怎麼抽你們也要安排一下喔 那就拜託你們啦 掰 廠商會統一這麼荒謬的開箱嗎 笑死 我來負責攝影吧 之前無界的攝影棚影片都是我負責長進的 這我很厲害 雖然無界當初是看我的身高跟攝影機 比較搭財拍這個工作給我的 笑死 那就是秘影跟茶茶丸要開箱了 那又在哪邊開箱呢 我的房間適合開會但不適合開箱啊 其他youtuber的開箱影片 上邊有個簡單可愛的背景 前面有個小矮桌 幫要開箱的東西 還有空間可以加攝影機跟打燈 耳光加 大家都來玩了呀 親一個 耳光 這juice給你喝 你去旁邊rest 什麼都別ask 這ice也給你吃 你家借我們用一下 笑死 我吃乾冰棒 好 你們盡量用 親一個 這樣跟人 好懂怎麼收買耳光 器材架好了 我們先來試一下鏡頭 笑死 那個茶茶丸 表情可以自然一點嗎 笑死 我好緊張 有應該跟朵朵家的茶茶丸 學習一下的 我太努力了 先跟觀眾們打聲招呼吧 笑死 大家好我是茶茶丸 哇嗨 我是傑克 今天我們要來拍開箱影片 哦 在影片開時間 先幫我們按段了解的 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哇嗨 無界平常自己覺得講這些話很羞恥 今天居然利用茶茶丸來講出這一串笑死 大家好我是無界 感謝小潤傑克跟茶茶丸幫我開場 今天要來開箱廠商鼓勵寄給我的Switch周邊商品啦 那廠商總共寄來了手把、藍牙發射器、Switch主機的保護殼 還有螢幕的保護貼 總共有四樣東西喔 他們的手把跟藍牙發射器 其實在廠商寄邀請信來給我之前我就已經購買了喔 像上週的那個置入影片 其實就是用我自己買的手把跟藍牙發射器拍的喔 但沒關係我會假裝是第一次收到來開箱給大家看 欸~~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開這個藍牙發射器的部分喔 拆開之後它裡面有一個透明的小盒子 裡面有藍牙發射器的本體 還有一個轉接頭 那藍牙發射器它的功用就是 裝上去之後你的Switch就可以連接你的藍牙耳機 或者是藍牙喇叭了 那因為一般的Switch內建沒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我們才會需要這樣的東西 特別是你可能常常在外面玩Switch 然後你的耳機又是藍牙耳機的話 就會很需要這樣的一個產品喔 那平常有在看我直播的人呢 你們就知道我家的貓就是常常會咬我的耳機線嘛 所以我是沒有藍牙耳機的 但是雖然我沒有藍牙耳機 我還是買了這個藍牙發射器喔 因為我不是要接耳機的 我是要接在喇叭上面的 像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歡動物森友會裡面的各種BGM喔 我連上班的時候都會去找那種動森 24小時不同音樂的組曲喔 就是拿來當作工作用BGM 大概就是這麼的喜歡 那我就覺得啊 如果我能用更好的音響來聽動森的音樂的話 那一定是更棒的 那它這個藍牙發射器就這麼小 我們只要把它插在這個電源底部就可以使用了 再來它這邊有兩個鍵我們只要同時按下去 配對成功後我們就可以馬上使用了 操作上非常的簡單喔 它也有一個轉接頭可以讓我們插在主機底座上面 所以不管你是要帶出去玩或者是在家玩 都可以使用這個藍牙發射器喔 那除了玩一般遊戲外啊 像我們玩Just Dance啊 或者是突然想用Joey Sound來唱一些歌的話 接藍牙喇叭就是超級爽的 那接下來就是手把的部分啦 它這手把的包裝感覺滿高級的耶 你看我把它打開盒子裡還有一層的軟墊 打開後手把還有另外一個套子把它套住 可以這樣拆開來喔 所以平常沒用的話你也可以把它收起來 就比較不容易去沾到灰塵 那這盒小黑盒裡面就是它的充電線 那最底層還有這個使用說明書 至於手把的功能 我上一個影片其實大致上都有提過了啦 那我今天就是特別再補充幾點喔 通常我們買附廠的手把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震動超級大的 有時候那個震動的幅度大到讓你感覺好像在做電療一樣喔 那他們家的震動大小我們可以調節喔 可以把它調小或者是 你想要刺激一點要再調大一點也是可以的喔 那它也是附廠手把中算是比較難得可以讀取amiibo卡的喔 再來是大家很關心的指令記憶的問題喔 它這邊有一個記憶學習鈕我們只要按下去 動後就表示它已經開始學習了 最高可以記錄10分鐘的指令喔 像我動森中示範改導再用的話 其實我們只要輸入移動改導兩個指令喔 它就會自動重播我們輸入的指令了 那像這樣枯燥的指令啊 我們就其實用不到10分鐘那麼久 再來就是我覺得附廠必備的一個功能喔 那就是連發功能 那像我從以前的紅白機啊 還是超刃啊 甚至玩到後來PS2時代的三國無雙啊 我都很需要用到連發手把這個功能喔 那連發這個東西這麼好用 我覺得它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遊戲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喔 而且我是個曾經玩遊戲玩到扳機制的人 所以挑一個好的手把其實也是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好喔 那它的連發設定非常簡單喔 它這裡有一個像齒輪的鍵 你只要壓住在任意的壓你想要連發的按鈕 它就會變成連發了 那一樣的按鍵再點一次它就會變成自動連發了 就是手把都不用拿它就會自己重複的一直連按喔 需要防腐大量按摩跟按鍵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樣的功能 超級好用的 那動森中自動連發好用的點 就是像我示範的那個買東西啊 或者是流心啊 或者是做魚飼料啊 那有很多人說游泳也很需要連發喔 另外這個手把也可以用在電腦遊戲上面喔 像我在玩還願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個手把在玩了喔 如果你剛好也在考慮說要買一個手把 讓電腦可以使用 Switch也可以使用的話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喔 再來就是保護貼跟保護殼啦 你們看這是我的主機喔 它這邊當初是我自己黏的 然後我沒有黏好 而且這裡還有一些貓毛在裡面喔 既然廠商都寄保護貼來了 那我今天就剛好來幫自己的主機換一下保護貼吧 它這個拆開了 裡面有兩片保護貼 所以呢 像我一片貼完的話 另外一片 我就可以放在這個盒子裡面把它保存起來喔 而且它這個盒子故意做的 就是跟Switch的遊戲盒子一樣的大小欸 應該說是一模一樣的盒子 你看它這邊還有放一個給你放遊戲片的槽喔 這也是蠻酷的一個設計 那它還有附一包這個 待會要貼的時候可以用的到的一些工具喔 清潔工具 再來就是保護殼的部分啦 因為我不想讓我的皮衣手把被套成別的顏色 像我們這種愛慕虛榮的人啊 如果你的皮衣手把被套成別的顏色 你就很難去炫耀說 欸你看我這個是皮卡丘衣服的J.CON 哈哈哈哈 這是主機殼的部分 讓你們看像這樣子 你還可以看它原本是什麼顏色的 這樣子你在路上玩的時候 路人才會知道說 哇這個人用的是現在已經幾乎買不到的皮衣版的J.CON了欸 然後主機殼我也裝上去了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們給合體 欸我才剛裝上去就有貓毛了真的是 養貓的人就是會有這種困擾 然後它這個保護殼還有一個很神奇的部分 是你就算裝上去之後啊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放進這個主機底座裡面喔 它不會突然就是因為變厚了就放不進去了 我建議家裡有養貓的人 最好去裝一個保護殼喔 不知道你知道的 那在影片的最後我要來用手把 保護貼跟保護殼 那保護殼跟保護貼我會合送給一個觀眾 那怎麼獲得呢請詳見說明欄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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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別忘記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不會 我們下次見